上午八點鐘不到 常常人龍早已等在店門外 不過排的不是台灣人 九成以上都是韓國觀光客 7時 7時 我在7時 7時半 坐等店家開門 這耐力不輸給台灣人 讓韓國尼門甘願等上兩小時的 到底是何等美味 在韓國最有名的 Nougat Cracker店 Nougat Bim 那是 Cracker Nougat Bim作為台灣土產 當然是必敗伴手禮 讓人意外的是 這家小店知道的本地人不算多 卻能成為韓國遊客 熱門指定品牌 在網絡上非常有名 還有Instagram 我們也不知道 原來這家甜點店 早在韓國部落格上瘋傳 翻一翻IG上 也大多都是韓國旅客推薦 刷一整排好評 還有YouTube上 也有百萬網紅加持 辛苦的這味 這個口味真的是太完美了 它上面的那些蔥的味道 真的是香到不行 可買可買 韓國人蠻懂買的 意料之外的 還有韓國人很喜歡逛台灣賣場 晚間時段9到10點 經常會有成團的韓國人來掃貨 業者甚至集中這些熱門商品 打造伴手禮專區 大受歡迎的像是這台灣特產 芒果果凍 月銷量標迫4000包 還有這款沖泡奶茶 也深獲韓國人喜愛 想不到的平凡台灣產品 在韓國遊客口耳相傳下 成為來台必買盛品 三雄林靜廷 科目新聞台北曾報道